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 阿N与阿N这个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 白雪仙的戏剧人生 时间就讲到1961年了 先奉名剧团为了演出白蛇伸转 招募了几十个少女担任舞蹈艺园 白蛇伸转演员后 这几十个舞蹈艺园怎么安排呢 后来任白就决定 在这几十个少女舞蹈艺园里 再筛选了一些精英出来 然后培训改组 便和他们成立了一个初奉名剧团 这是初奉的由来 演员白蛇伸转之后 任白就因为唐狄生的逝世 而感到异兴难山 没有心机再做了 于是他们就退出这个粤剧舞台的商业演出 将剩下的时间就专注来培育他这些徒弟 这个初奉名剧团的初奉 在1962年8月28日 任劍辉和白雪仙就在香港大会堂 就帮这个东华三院移唱大会 就献唱筹款 然后在1964年11月 白雪仙就宣布筹备拍摄古装公围电影《李后主》 原先他们是预算会用六十万来拍这部剧 但后来拍下拍下 就拍出这个超出预算 结果最终拍了一百五十万 即超资了一倍多 李后主的演员就包括有 任劍辉就饰演李后主 白雪仙就饰演小周厚 梁醒波就饰演徐远 靓翅伯就饰演陈桥 任冰仪就饰演宫女宝仪 同时就是全体先初凤名剧团 也有份参与拍摄的工作 拍摄由1964年开始 一直拍到1967年 在1968年1月30日 李后主就在农历新年上映了 当时破了当时的票房纪录 但是由于投资过于巨大 虽然说票房破了纪录 但是仍然要虚本 而白雪仙为了要熟回 因为拍摄投资而卖去的楼宇 于是在1968年年尾 到1969年年初再度起班 这也是先凤名剧团最后一次的舞台演出 此后白雪仙也宣布退休 即是做完这一次的演出之后 这次演出 就是1972年6月24日 在无线电视彼翠台 为了死伤惨重的六一八雨灾 举行的二演囚灾晚会 任劍辉和白雪仙率领了初凤名剧团成员 参加了二唱来震灾 当日白雪仙是抱病上阵的 但仍然可以和白任劍辉一齐演唱了一首 李后主去国归航的一段 说到白雪仙 他的代表作就相当多了 分别有帝女花、紫妻妓、卯丹亭惊蒙、 在西红梅姬、叠影红尼姬、西楼错梦、九天圆旅、 红楼梦、思考记、李后主、川金宝善、花田八喜、琵琶记、 《桂枝告状》、《唐百虎点秋香》、《阳春白雪》、《两争辉辉》等等等等 真是多不升数 好,跟着就跟大家讲讲白雪仙的晚年生活了 在1989年11月29日 任劍辉在跑马地的寓所 就因为肺癌病逝 白雪仙为了纪念任劍辉 成立了一个任白慈善基金会 首个持筹款活动 在1990年全港公开二演 就重映这个重新剪接的电影《李后主》 因为这套《李后主》 就是任劍辉和白雪仙最后的一套纪念作 所以他们相当重视这套电影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任白》 即是白雪仙的戏剧人生 分享到这里,又暂时要休息一下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请你留言点赞分享 亦都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阿N与阿N频道 好,我们下一条片继续跟大家分享白雪仙的晚年生活 好,拜拜